沙特一架花了近20亿购买的F-15战机 在训练的时候,连人带机全部坠毁 而这只是美制战机大量事故中的疫情 那么为何美制战机现在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? 近期印度的战机事故率下降了很多 美国的战机事故率反倒是变得高了起来 并且发生故障的还大多是F-35这种顶尖战机 除掉坠海的那几架 还有多架F-35在机场跑道就发生了故障 让人对一向以性能著称的美军战机产生了怀疑 而在近期,沙特又追毁了一架战机 虽说这次追毁的并不是F-35这种隐身战机 但性能也同样不差 是一架F-15SA F-15战机作为美军在上世纪研发的一款超音速 喷气式第四大战机 采用两台涡扇发动机的它 具备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 能够全天候作战之外 还能发射先进中距空空导弹 是一款空中优势战机 由于这款战机的性能太过优秀 因此受到美军以及其他国家喜爱 不但大量生产交付并诞生了多个不同的改进性 至今仍在大量生产 而沙特一直都是美国战机的忠实用户 在上世纪80年代 就购买了一批当时美军最强的F-15CD战机 90年代末又购买了一批美军为它专门定制的F-15S战机 在2010年沙特又花费294亿美元 采购了84架F-15SA战机 原版的70架F-15S也被升级为F-15SA 由于单价超3亿美元一架 在如此天价之下 经过升级的F-15SA战机 可以说是和五代机都能媲美了 配备了各种先进的航电系统 如有缘相控阵雷达 电船飞控系统 电子战系统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先进座舱显示和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比美军自用F-15E都要强大 英国的检视防务周刊 更是称这款战机为最强F-15 同时这款战机也是沙特空军的最强战机 在美军F-35战机还没有服役的时代 可以说是无敌的代名词 但就是这么一款 换算一下近20亿人民币一架的战机 在训练和实战中表现却并不是那么出色 去年11月份 一架F-15SA就因为技术故障追悔 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但这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飞行员和战机一起追悔在了 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之前在和也门胡塞武装战斗中 这款战机的不败神话也被打破 面对装备水平极为差劲的胡塞武装 这款战机被对方使用红外光电设备跟踪锁定 即便F-15SA加速逃窜并释放红外干扰弹 却依旧于是无捕 最终被导弹给击落 对于美军的这些战机接连出现问题 有人将这归咎于购买的这批战机过于老旧的原因 但沙特空军的美军战机接连坠毁 却表明并不是这个原因 要知道沙特空军一向都是不差钱的主 美军这批战机每天都要进行维护保养 绝对属于最新的一批战机 并不会出现老旧的问题 而归咎于飞行员的训练水平不够 维护不足这点同样不能够解释 身为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 在操纵F-15战机的时候 居然在9000米的高空 发生了坐舱罩掉落的事故 就连有着工匠精神的日本 在驾驶F-15G战机的时候 都发生了零件脱落的事故 这种种事故都表明 并不是这些国家操作方法 或者训练方法有问题 而是美军的这些战机有问题 不光是这些国家 就连美军自己内部的战机 也时常出现问题 而造成这些原因的 则是由于美国制造的水平下降 即便是美国军售的王牌产品 F-35战机也没能逃过这一点 至今都存在着数百个问题没有解决 就连最重要的发动机都存在着震动问题 需要停飞停产全球的F-35战机进行检修 剩下的800多个大大小小的毛病 更是成了无解 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机身进行重新设计 但原本这个机身就是拼凑起来的 一旦重新设计 那么性能可能就会脱离五代机 成为一款四代机了 对于这些情况 美军也很无奈 因为已经影响到了美军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形象了 以前美国制造虽然贵 但是性能却是顶尖的 但现在美国制造不但贵 性能甚至不如其他国家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 纷纷选择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如果说美国制造再不能提高自身质量 恐怕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份额 要被中国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抢占光